狐狸的窗户 文安房侄子 慧 知茂公子 义 崔维燕 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 我在山里迷路时 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天 我正朝着自己在山里的小路赶路 我扛着猎枪 在熟悉的山路上 漫不经心地走着 我想起以前喜欢过的女孩 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山路转了一个弯耳 突然 天空显得十分耀眼 像一块 擦得十分明亮的蓝玻璃 大地也发出淡淡的蓝光 咦 一瞬间 我的脚步僵住了 我使劲地眨了眨眼睛 眼前 不是平常看官楼的山树林 而是一片 一望无际的圆野 圆野上 看满了蓝色的结梗花 我吸了一口气 心想 到底在哪里拐错了弯耳 才会撞到这样的地方来呢 再说 这座山里有一片开满鲜花的圆野吗 赶紧按远路返回去吧 我这样命令自己 眼前的景色太美了 美得叫人有些恐怖 可是微风轻轻地吹来 结梗花无边无际地盛开着 就这么返回去 有点太可惜了 在这休息一会儿再回去吧 我坐在地上 擦了擦脸上的汗 忽然 一个白乎乎的东西 从我眼前跑了过去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铁梗花刷刷地朝一边摆动着 那个白色的东西 像球一样跑远了 没错 那是一只白狐狸 而且是一只很小的小狐狸 我提着猎枪 从后面追上去 可是 它跑得实在太快了 无论我多么拼命地跑 也追不上它 我想 要是砰的一枪 没准打中 不过我还是想找到狐狸的窝 将窝里的老狐狸一起捉住 追着追着 小狐狸越过一个高处的土包 忽然 往花丛里一钻 就再也看不见了 我呆呆地停住了脚步 好像把白天的月亮看丢了似的 心里有一种被戏弄了的感觉 就在这时 后面传来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欢迎光临 我吓了一跳 赶紧回过头去 只见一个小小的店 店门上挂着一块蓝字招牌 上面写着 结梗花染房 在那块牌子的上面 笔直地站着一个 系着蓝围裙的小伙计 我一看就明白了 这个小伙计 肯定是刚才的小狐狸变的 我心里觉得很可笑 哼 让我假装上当 然后找机会抓住这只小狐狸 于是我努力地装出一副笑脸 说道 我可以在你的店里休息一会儿吗 小狐狸听了笑着说道 请吧请吧 把我带进了店里 染房的地面是土地 上面摆着五把用白花木做成的椅子 还有一张很像样的桌子 你的小染房真不错啊 我坐在椅子上 摘一下帽子 诶 托你的福了 小狐狸说着 恭恭敬敬地端上茶来 你这个染房能染什么东西啊 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小狐狸听了 一把抓起我 放在桌子上的帽子 说道 什么都能染 就连这样的帽子 也能染成漂亮的蓝色 别开玩笑了 我一把抢回自己的帽子 我可不想戴蓝色的帽子 我说 是吗 那就 小狐狸在我的身上 端详了一会儿 说道 那把围巾软一燃怎么样 或者染袜子也行 还有裤子 上衣 毛衣 都可以染成漂亮的蓝色哦 我沉下凉来 这小家伙怎么这么想乱染别人的东西呢 心里有点恼火 不过 大概狐狸也和人一样 想挣点钱 所以才把我当成客人这么热情的招待吧 再说 他还给我沏了茬 要是我什么都不染 真有点不好意思 那么就让他帮我染一条手绢吧 我这样想着把手伸进口袋里 小狐狸见了 高声的怪叫起来 对了 对了 让我把你的手指染一染吧 染手指 我有些发火了 手指怎么能染呢 小狐狸听了 微微地笑了一笑 先生 染手指是件很棒的事 说着 他把自己的两只手伸到我的面前 那是一双白白的小手 只有拇指和食指被染成了蓝色 小狐狸把两只手凑在一起 用染成蓝色的四个手指 笔划成一个零星的小窗 然后 举到我的眼睛上方 请从这儿往里看 小狐狸兴致勃勃地说道 嗯 我不感兴趣地哼了一声 好了 只看一下 只从这儿看一看 没办法 我漫不经心地从小窗向外望去 这一看 让我大吃一惊 通过手指搭成了小窗 我看见了一只白狐狸 那是一只美丽的母狐狸 尾巴轻盈地翘着 静静地坐在那里 就像那小窗里 像着一副狐狸的画像似的 这到底 我太吃惊了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小狐狸轻轻地说道 这是我的妈妈 很久以前 她被碰的一声打死了 碰的一声是枪吗 对 就是枪 小狐狸无力地垂下双手 低下了头 她顾不得这样会露出自己的原型 小狐狸接着说 尽管如此 我还是一直想见妈妈 想看一眼死去的妈妈的身影 这是人之常情吧 真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 我这样想着 不停地点着头 也是在这样一个秋日里 分沙沙地吹着 结梗花 一口同声地对我说 染染你的手指用来做成小窗 我听了 赶紧踩了一大把结梗花 用那些花枝染了自己的手指 你看 小狐狸再一次伸出双手 做成了一个小窗 从此我再也不觉得孤独了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能通过这个小窗 看到妈妈的身影 我深深地感动了 不停地点着头 对呀 我也是孤独一人啊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小窗 我像孩子似的喊了起来 小狐狸露出兴奋的笑脸 那我马上就给你染吧 来 把手放在那儿 伸开 我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上 小狐狸拿来了 剩着花枝的盘子和毛笔 然后用笔 沾满了蓝色的花枝 慢慢地 仔细地染着 眼看着我的手指和食指 都变成了结梗花的蓝色 好了 染完了 快点试着做小窗吧 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用手指笔画出一个灵形的小窗 然后小心翼翼地举到眼睛的上方 只见我的小窗里出现了一个少女的身影 她穿着一条花连衣裙 戴着一顶系着丝带的帽子 这是一张熟悉的脸 眼睛的下面有一颗黑痣 哎哟 就是她 我惊喜地跳了起来 这就是以前我深深地爱着的 现在再也无法相见的女孩 我没说错吧 染手指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小狐狸天真的笑着 你说得对 真是太好了 我想付些钱 在口袋里掏了半天 竟一分钱也没有 于是我对小狐狸说 真不凑巧 我身上一分钱也没带 不过我送给你一些东西吧 帽子呀 上衣呀 毛衣呀 围巾啊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小狐狸听了 说道 那你就把枪给我吧 枪 这个 我有些为难 不过 一想到刚刚得到的美妙的小窗 把枪送给她 也就不觉得可惜了 好啊 送给你了 我痛痛快快地把枪 递给了小狐狸 谢谢光临 小狐狸 拘了一个躬 接过猎枪 临走时 还送我一些蘑菇 带回去煮汤喝吧 蘑菇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我向小狐狸打听回家的路 小狐狸说 很简单 这个店的后面就是那片山树林 在林中走上差不多两百米 就能看到你的小房子了 我向小狐狸道了谢 按照小狐狸说的 转到了染房的后门 眼前出现了熟悉的那片山树林 秋天的太阳 发出金色的光芒 树林里暖暖的 静静的 我太惊讶了 一直以为很熟悉的山里 竟然有如此秘密的小路 美丽的鲜花 还有那热情的小狐狸开的染房 我的心情好极了 用鼻子哼起歌来 一边走着 一边用手指笔画出小窗 小窗里 萌萌细雨 无声无息地下着 雨雾中 萌萌地看见一个 我熟悉的院子 房前是旧的木板走廊 下面丢着一双小孩子的雨靴 雨水把靴子淋得湿湿的 啊 那不是我的雨靴吗 我不禁这样想着 心怦怦地跳起来 妈妈会不会出来收那双雨靴 她会系着围裙 扎着头巾走出来吗 怎么能把雨靴扔在外面呢 我好像听到了妈妈这样说 院子里有妈妈种的小菜园 里面种着一种紫苏 被雨水打得湿漉漉的 妈妈会不会到院子里 摘紫苏的叶子 屋子里亮着灯 两个小孩子的笑声 混着收音机里的音乐 不时地传出来 啊 那是我的声音 而另一个是我死去的妹妹的声音 嘿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无精打采地 随笑两手 不知为什么 感到一阵心酸 在我小的时候 下被火烧了 那院子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过 我得到了这样美好的手指 我要好好地爱护 我这样想着 顺着灵箭的小路向前走去 可是 一进家门 你猜我先干了一件什么事 哎 我想都没想就洗了手 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等我想起 不能洗手的时候已经晚了 手指上的蓝色 转眼间就被洗掉了 我用洗过的手指 一遍又一遍地 笔划出灵形的小窗 可是 从里面只能看到 小雾的天花板 那天晚上 我连小狐狸送的蘑菇 都忘了吃 心里沮丧极了 第二天 我打算再到小狐狸的家 请它重新给我染蓝手指 我做了一大包三明治 作为礼物 然后走进了山树林 可是 我走啊走啊 除了山树林 还是山树林 根本没有什么 看满街梗花的原野 那以后好多天 我都在山里寻找着 只要听到 好像有狐狸的叫声 或者看到树林里 有白色的影子在移动 我都会竖起耳朵 睁大眼睛 紧紧地盯着那个地方 看个究竟 可是 我再也没有见到过 小狐狸的影子 不过 我还是常常用手指笔 画出小窗 看一看 说不定什么时候 我能看到什么 我这样想 别人常常笑话我 你怎么会有 这样的怪毛病呢 会呗 了啊 我也是想看 只会把人家 噓啊 好 在这里 感谢观看